嗨大家好 我是小薇 我现在在青海省的乌兰县 终于出太阳了 连这下了好几天的雨 今天我就要出发查卡 到查卡就一个小时车程80多公里 我现在去买点水果再出发 昨天晚上住个酒店 真的好实惠 现在这个时间出来玩的话 129还是套房 而且我还在酒店吃了一个早餐 吃了很多 今天中午感觉都不用吃了 我买了香蕉 买了一个水果碗 之前我那个漂亮的水果杯 摔坏了 买了手套 这下开车要戴手套了 我的手可黑了 买了蒜奶咖啡 这个碗 希望不要再睡了 对呀 水果庄里面吃就方便 对呀 吃就方便 我认识你告诉你朋友 你不太好 你告诉我什么错 你告诉我什么错 你为什么没有说 你觉得你这样的犯法 因为你肯定要保持持弱 你肯定要保持弱 你肯定要撒起来 笑了直到我看了 但我认识你太久了 I'm sorry that I'm so inconvenient okay Just let me be me and I'll stay out of your way I can see the way you look at me I'm such a disgrace I never really asked to be brought into this place You wanna love me well then baby I have a taste All the highs and the lows know you'll never be the same I don't really wanna hurt you but I can't control the pain If you're sticking by my side maybe we could be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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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be you could be the change I need today I promise that I've never felt this way I really hope that you will choose to stay through all the pain 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ve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Cause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m only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ey As you fade away 发现又没下雨了 希望明天也不要下雨啊 我刚到房间这么多衣服还没弄好 外面是吹大风啊 这是下冰雹啊 好大的声音啊 哇下冰雹 打在那个蓝色的屋顶上了 声音好大呀 大雷吓我一跳 我刚到这个酒店就下大冰雹了 这衣服都还没摆好了 让我运气好 好猛啊 看在窗上的冰雹 这个窗一打开 现在我连上都是雨水 天呐 跑过去跑到车面前去 好吧就是这么刺激 干啥都要用跑 说不定一会又不下雨了 现在带大家去溜达一下 我没吃午饭 走 弄了一个番茄炒蛋盖饭 打包 我那个车把车唯一打开 就是露营车 然后就在车里面吃 找一个看能不能找到湖边 全是这里有个窝窝 还可以在边上拍照 这么远的 要走20分钟啊 想找个湖边这么难吗 不能见到游客 这是拉延的路 你们要见的话 到游客集散更新 上面加油站呢 要坐观光车是吧 对对对 我导航的是一个露营的地方啊 就是不是属于景区 就是好像那个地方 你这里面你没有订酒店吧 没有 那你就就到前面去 这里面订酒店就可以往这里面进是吧 订酒店的话不知道哪个酒店呢 你就前面那旁边有个小酒店 就是我想说我们车能从哪个方向能到湖边呢 车是进不了的 就整个查卡就是车都没法到湖边的吗 对对对 都只能景区然后坐车是吧 对对对对 好谢谢你啊 没事没事 这对于自驾来说就不好玩呢 好吧明天进景区 完了就离开这里 来了好几天 都没有遇到美景 看到时候要不要去青海湖吧 那边走下面吧 这路有点差劲 我看到远处那里有蒙古包 有辆车在那里 不知道怎么去 去到那边吧 看从这边上去 还是走到这条路下去的吗 好这个堵住了不能去 他的车怎么去的呀 这边就出去了 就把车停在这里吧 实在是不好找地方了 我想着我这两天终于把我的床车弄出来了 就想找个好的地方露营 然后吃点东西 这样用点咖啡水果 外面都是美景的 今天买的这个把它用上 这样还是挺惬意的 就算吃个盒饭都是香的 之前有人说我这个柜子很多余 如果没有这个柜子就放两个包 其实这个柜子就是为了放这些东西很平整方便 如果是包的话就没这么惬意了 尴尬的是今天又不想弄咖啡什么的 就把这盒饭吃了就好了 我现在才吃午饭 早上在酒店吃的太饱了 这样一天就两顿饭 这样看着是不是很怪 盒饭水果 停车场 这边是蓝天白云 那边又是乌云 想着茶卡经典那边应该也不怎么好看 太惨了 我的饭都还没吃完 感觉又要下雨了 那边乌云飘过来了 我离开茶卡的时候就要自己买点菜 把我那个延伸板这样搭着 就可以做饭吃了 因为这镇上一个人吃饭是很方便的 就是20来块钱就可以了 自己煮的话太浪费时间了 还有找了风景很美的地方可以煮一下 撤退 还不开 请消费10元 停车食堂51分钟 停车收费是很正常的 我觉得 不到一个小 51分钟10块 他是叠加的还是说 一天也是10块 如果一天都10块还可以 明天去景区玩就知道 总共停车要多少钱 现在回镇上去住酒店了 感觉又要下雨了 说来就来 我现在回到酒店了 把这个无人机电池也充上了 希望明天用得上 那好了 今天这个日常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明天查卡掩湖见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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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